2023年度英联邦日对于41岁的英国威尔士王妃凯特、米德尔顿来说,用大获全胜来评价一点都不为过。 今年的英联邦日是3月13日,这个日子对于英国王室女性来说极为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在全英国人民面前比拼风采的日子。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当地时间3月14日,英国《每日邮报》刊发了两篇文章评价凯特王妃在这一天的风采,一篇文章称凯特这天的服装选择是对肘里·苏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马克尔的微妙打击,因为她选择的服装品牌曾引起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篇专栏文章则盛赞凯特这一天的时尚选择,说她真正体现了王后范。 凯特王妃在这天选择的花卉礼服套装来自她最爱的伦敦设计师埃尔登,蓝色上装价格为2000英镑,铜色与尾裙售价为1000英镑,这对常常选择评价服饰的凯特来说,算是她衣柜中较昂贵的服装了。 实际上,凯特一直都是埃尔登的粉丝,她常常被拍到穿着埃尔登设计的服装出席王室活动。 比如,2018年,出席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举行的位于摄影中心开幕式时,凯特选择了埃尔登当年春夏系列的喇叭下摆连衣裙,同样是2018年,参加斯德哥尔摩英国大使晚宴时,2019年参加切尔西花展览时,凯特都选择了埃尔登设计的同名品牌服装。 而梅根也是埃尔登的拥顿,早在还未结识哈利王子前,梅根就常常穿着埃尔登了。 比如,上图拍摄于2016年初,梅根正穿着埃尔登2015系列德维纳连衣裙出现在NBC的电视节目中。 2019年,梅根已经成为苏塞克斯公爵夫人,怀孕的她与丈夫哈利一起参加王室活动时,第一次选择了埃尔登的定制款绿服裙。 但埃尔登却引起了梅根与嫂子凯特间的紧张关系。 尽管都是王室成员,但埃尔登却将凯特的优先级排在梅根前面,这引起了梅根的嫉恨。 她说,凯特甚至还不是王后意思就是凭什么要排在她前面呢? 因为有这样的不愉快背景,英媒评价凯特此次在选择埃尔登品牌,对梅根来说是一次微妙的打击。 看样子,凯特没有那么在意梅根的心情。 当天邮报,另一篇文章则抛开梅根,单从时尚选择上称赞了凯特。 这篇专栏文章的作者是莉兹,琼斯。 琼斯在文章中说道,凯特很清楚她离王后又进了一步,她这一番选择的完全是外交装束,她的着装方式有一种新的庄重感。 这跟她与梅根间的竞争没有关系,她要赢得的这场战斗只属于她自己。 凯特从前的服装长显呆板和重规重矩,而这次凯特将时尚和复古,可持续性与无可挑剔的裁剪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蓝色是庄重的,但同时还有有趣的花卉,还有在大风中,王妃紧抓住自己帽子,裙摆随风飘扬的可爱神态。 她的服装轻盈,而她的珠宝选择依然充满象征意义与历史感。 蓝宝石耳坠和兄贞都曾经属于已故戴安娜王妃,用这种微妙的方式纪念婆婆会带给身边的丈夫威廉以温暖。 同时,凯特手中还抓着黑色手套,这更是有深意的设计,已故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总是戴手套的。 于是这副手套象征着传承,权力,还有回报,同时凯特又不将手套戴在手上,那不是现代年轻人的做法,凯特将她拿在手上,有意义却没有距离感。 琼斯称赞凯特的英联邦日过得太成功了,她已经有真正的王后范,梅根算是比不上了,极度也没用。 其实靠着会嫁能生的梅根从一个好莱坞十八线,愣是因为这两样看家本事,实现了阶级跨越。 以前,哥儿姐虽然不是王子,但是却是王子媳妇,虽然不是公爵,但是却是公爵老婆,现在摇身一变,又成了公主她娘,王子她妈。 这真是成功不必在我,但是成功必定有我。 就问谁敢不服? 虽然奋斗的路子有点邪门歪道,啪啪打脸公爵夫人女权独立的人设,但是英雄莫问出处嘛,谁的第一桶,京都是那么清白的。 作为被驱逐出青蛙宝的疯狂报复,梅根八号率先宣布,从即日起,自己的娃就是你们老王家的王子和公主了,甭管王室乐意不乐意,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爱谁谁。 梅大姐一脚踢开了磨磨叽叽的三世老公公,自己亲自给孩子们加冕,颇有当年拿破仑一把抢过大主教手里的王冠,自己给自己脑袋上一扣,就成了皇帝的尽头。 而面对着生米煮成西州的局面,王室虽然心不甘情不怨,但是也不得不宣布,从此以后,王室多了一个阿提王子和一个二丫头公主。 因为于情于理,人家没根都没毛病,谁让王家的老祖先当初没长后眼,把话说得那么绝呢? 说凡是国王的子女的后代,都将自动升级为公主和王子,并且成为殿下。 一百年前的王室老祖,估计想破脑袋也想不到,一百年后,王室将会有一家子漂流海外,并且有个混血到五颜六色的儿媳妇,以及还有看上去挺白也许不是,但是实际上和非洲挺接近的一对猴子。 所以,他老人家就忘了加上一句阔胡,宣布退出王室的除外,这就被梅大姐抓住了小辫子。 既然凡是子孙都有资格,那我们家阿提和二丫头不属于凡事吗? 既然属于,那就可以自动升级为公主和王子,何须你三世跟挤牙膏似的半推半就,游抱琵琶半遮面,老娘我自己就能把事办了。 当初问你们,是给你们面子,既然大家撕破脸,连家都没了,那就休怪我敬酒不吃吃法酒,不给你们老王家留活路了。 傻了眼的王室显然陷入了被动,估计他们没有想到,在被驱逐出宫,且人气暴跌的梅根依然会如此态度强硬,这么会钻法条的空子,居然绕开了王室,造成继承事实,逼王室就范,老茶吃了一个大大的哑巴亏。 说到底,查尔斯还是轻敌了。 前一阵子,查尔斯真是顺风顺水,老天爷都帮忙,二儿子一家折腾半天,不但对王室毫发无伤,而且把自己的支持率折腾到了谷底,甚至成功超越法治咖的二叔,双双吊车尾,成了王室最不受欢迎的人。 而当三世伯伯宣布将这两口子驱离青蛙堡的时候,更是赢得了国内外吃瓜群众的一致喝彩,对老茶铁腕手段敬佩不已。 眼看着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既定目标顺利进行的三世,怎么也没有想到,已经成为他岸上鱼肉的梅根,居然能履于打铁,咸于翻身。 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一肚子私货的老茶,和同样一肚子鬼胎的儿媳妇相比,比正人君子还勉强能赢,但是和游艇出身的老女比烂,还是差了不少段位。 据说,折服多年的卡三最近相当得瑟,要把自己的儿孙安排到王室,而且还条件多多,邀蛾子一会儿一个。 而爱妻心切的三世,自然是对老妻言听计从,把老祖宗的规矩忘得一干二净。 换作傍人也就罢了,那和老茶遇到了老梅,这个传说中的王室克星,也是据说是戴安娜转世的复仇者。 这位只许自己防火,不许他人点灯的女演员,到了王室,可算是找到讲平等的大舞台了。 王室千年的规矩,在这位未来的女总统的眼里,全是歧视。 这简直乐坏了梅大姐,都不够她施展的。 自打进门,她就给王室洗脑众生平等,而且现在看来颇为成功。 因为她紧抓凡是两个字,逼迫王室不得不承认阿蒂和二丫头和安德鲁的女儿一样,有资格获得公主王子的身份。 而为了着补颜面的王室,又急急忙忙地宣布爱丁堡公爵的头衔归爱德华王子所有,好像忘了这两年,老茶是如何舍不得给小弟的一样。 这显然是在做一波平衡术,好安抚勤勤恳恳的三弟一家在好吃懒做却名利双收的哈里梅根面前,却一无所获地委屈。 不过谁都知道,这种贪大饼式的治国理政,却不是什么好办法,大家都看清楚了,原来三世上任的三把火都是假的,这个心词面软的老王子属于吃硬不吃软的,只要嚣张起来,一切都好商量。 老茶好像这辈子把所有的狠劲和韧劲都用在和戴安娜离婚以及曲卡三上了,其他的事情,她好像特别希望退一步海阔天空,稀释宁人。 不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想稀释宁人是不可能了,别人不说,就哥儿姐一个人就够她喝一壶的。 要知道,梅根是一个从不满足的人,不然人家也不会从一个好莱坞的边角料,一跃成为全世界最支,骂名的女人。 在哥儿姐眼里,孩子们的封号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有了封号,那殿下的头衔要不要给,给了头衔,要不要给封赏,给王室等级的安保,要不要给职位。 给继承权,如果满足了梅根的需求,英国佬会不会炸窝,会不会一举掀翻他这个唯一离过婚的国王? 这都是麻烦事儿,稍有不慎,三世伯伯就可能水一覆舟了。 最可怕的,是公爵夫人如果吃定了母瓶子贵这个鹿子,就凭她这水牛式的棒体格,不生出一个加强牌来都算我输,不信就走着瞧。 当然,查尔斯不可能坐以待毙,而得到甜头的梅根势必比以往更加嚣张,一盘貌似胜负已定的大棋,没想到却是刚刚开始。 这戏有个热闹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